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邀請到大提琴家張正傑 來策劃2011金門坑道音樂節 從10月22號開始 將會在宅山坑道 來舉辦六場的演出 也希望能夠把過去 肅殺氣氛的戰備坑道 轉換成為動人心弦的音樂饗宴 工作人員划著船 美妙的提琴聲 在金門的宅山坑道 來回蕩漾 就這樣坑道成了音樂廳 小船成了華麗舞台 所有的觀眾都陶醉在 這浪漫的音樂盛宴中 除了西洋提琴之外 還有東方橫笛傳叉其中 增添不少動人的元素 去年這場音樂會 獲得民眾熱烈迴響 所以今年金門國家公園 再次邀請張鎮傑 一起舉辦坑道音樂會 並請來琵琶美女林軍範 中西合璧 在船上來演奏 瘋狂的想法 在在意坑道裡面 不但有弦樂式重奏 有大的琴 有竖琴 有這個琵琶 不一樣的感受 尤其那種自然音響 在那種非常棒的一種 回音的效果裡面 我們把這樣子一個呈現出來 坑道音樂節在10月22 23號將一連展出6個場次 不過為了掌控品質及安全 每個場次限定250個 幸運觀眾入場 明星王翁傲鈴 金門報導 好